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那我們現在先送上香檳 讓他們到香檳塔慶功 謝謝 來我們來 好可以喝酒了好開心 好那先乾杯 先乾杯 這個叫海管 Pose一下給大哥們拍 一樣從左至右 再給中間 中間那個穿黑衣服的大哥 黑衣服 黑衣服是奕文 要看一下奕文跟 右邊右邊 右邊 OK了我就讓他們到囉 好 一二三 慢慢慢慢 不急不急 不急不許 耶 這個時候就看鏡頭 耶 這個時候就看鏡頭 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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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看嗎 謝謝 這邊右邊看一下右邊 左邊 左邊 我們把他到晚 耶 耶 耶 咖啡咖啡 哈哈 好 現在這個狀態 好 那我們現在給五六妹個封 因為他們自己很厲害 所以他們自己自喘 自己主持 不是因為今天 今天很多話在台上都還沒有講 然後就已經超時這麼久了 對 我們其實很多話一直想說 但耳機裡面一直告訴我們 超時20分鐘了 超時30分鐘了 聽到等一下那兩首歌 中間的talking直接刪掉 怕我們 沒有 今天其實什麼歌都沒刪 但是 確實是我們 在耳機一直在講說 真的要快 真的要快 然後呢就是talking的部分 其實我們本來還有設計蠻多 有趣的點 可以互動的 但真的都不夠用 因為其實這一次我們 我想隔了那麼多年 然後在歌迷的千呼萬喚底下 然後辦了這場演唱會 我們希望可以跟歌迷有很多很多的接觸 跟很多很多碰面的機會 那我們其實最後其實還有很多設計 要跟歌迷一起互動的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能把它延後到第二場 誰先犯 我們已經加了三場了 不是嗎 我們今天已經加開三場了 對 我們破紀錄 我們一天晚上演三場 一個晚上演三場 不得了了 大家好捧場 謝謝 謝謝你們 也讓大家弄到這麼晚 我們到底最後結束的時間是幾點 對 我們到底幾點 11點半 差不多20 11點大概17分 17分 其實老實說 當初Rundown出來的時候 就知道這一定掛的 一定是抄的 不可能不抄 也是五六的局 而且他talking的時間 只有留一分鐘 我說怎麼有可能 怎麼有可能 怎麼有可能 我們留十分鐘都不夠 對 然後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擔心一件事情 不能超長 因為聽說超長到11點半之後 以後小巨蛋就不借你了 其實 我跟你講 應該這個重點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操場應該是還好 是 但是就是主辦單位 從我收 整個演唱會結束下來之後 我到目前為止 是還沒看到他有笑容 因為罰款可能蠻高的 他待會兒會拿帳單過來 這是帳單 好啦 不過真的很謝謝大家 我們這次真的是 我們四個剛剛都還在講 包括小刀 對 我們都說 其實現在那個感覺很亢奮 然後都覺得好像可以再緊接 再來一場的那種感覺 對 對 所以現在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動的 然後也謝謝 真的要謝謝所有的朋友們 為什麼今天我們的感謝名單 跟一般的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希望 把感謝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們這陣子5566 我們心裡面一直覺得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謝謝歌迷 謝謝每一個在背後 幫助我們的工作人員 舞者 樂手老師 導演 所有的人 他們都是在幫助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在演唱會上 他們都可以出現 所以堅持把他們的名字都念到 當然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一場演唱會的促成 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過去在十年之前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十年之前五六的演唱會 過去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自己公司 就五六 喬傑莉自己主辦 對 但這一場演唱會 確實我們也覺得 非常的欣喜若狂 真的要很感謝華貴 如果 謝謝 沒有他們的邀約 謝謝華貴 沒有他們的邀約 就不會有今天這場演唱會 就不會有跟 這麼棒的導演團隊 跟必應 然後跟藍波老師跟舞者 然後阿瑤老師的音樂團隊 也不會跟這麼棒的團隊們一起合作 感覺 真的超棒 非常好 我們就是超開心 超感謝 超感謝 好 所以呢 我想大家現在呢 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的 可以來提問一下五五六六 所以現在 直接連訪 直接連訪 直接訪啊 直接訪啊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流程是什麼啊 對 所以 所以 好 我幫你們說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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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ed 好 我想 有關於家場這件事 還沒好 好 大哥都OK了嗎 可以耶 好 有關於家場這件事 說實在 這個也不是我們說了算 因為 包括剛才我們一直在強調 這場演唱後其實並不是我們自己主辦的 那當然我們很感謝主辦單位的要約 這基本上來講 後續能不能有 那當然 以粉絲的反應程度來想 我想今天 各位朋友在現場應該 也都有看在眼裡 但是後續會怎麼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能說 對於我們現在來說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工作狀態 有 我們都會盡全力的 去好好的珍惜 那沒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很努力的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等待有可以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一個時間 哪一個場合你會感動 我在世界最美風景的時候 我前面一開始看到那個 所有的場都是亮起了 黃色的那個像是聖誕燈 手機燈 我看了其實覺得好美好感動 然後我就頭腦出現四個字 何德何能 然後我這個四個字出來了之後 我就開始眼眶泛紅了 然後第一段的 在唱的時候我其實忍住 我想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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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專業一點 然後要忍住 可是第二段輪到 我又要再唱的時候 我一唱出來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忍不住了 然後我就眼眶整個就 潰堤 然後我就趕快停下來 因為怕真的哭相太醜了 對 然後還好協制這個時候 就是團體的好處 他馬上就幫我唱了 神救援 神救援 還好這個團體存在著一個 就是所有歌都可以從頭唱到尾的人 所以不怕 剛剛一結束的時候我就跟鞋子講說 這個團體真的還好有你 因為鞋子是我們從第一首歌到最後一首歌呢 就是到目前最後一張專輯 然後每一首歌他都可以從頭唱到尾 他好厲害 歌詞都不會忘 對 但我個人是在守候的時候 守候的時候很感動 因為剛剛講的世界最美的風景 他們拿著那個手機的閃光燈 然後在守候的時候 他們其實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個紙條 然後上面都寫說 至少還有我們一直守護著你 對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說 其實隔了這麼久 到底大家 還支持我們 我們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們中間以團體的名義出來的作品 其實幾乎是沒有 但是大家都還在 然後辦了演唱會 大家也願意從國外 甚至有 我剛剛有遇到一個我的歌迷 他挺著八個月的肚子排到現場 真的 我們好多的粉絲真的都已經是 在事業有成了 然後也有成家的帶小孩的 所以 我一直在講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包括 十幾年前我們辦演唱會的時候 所有的舞者們 大概年紀都不會跟我們落差太大 但是你知道我們這一場 所有的舞者當然是藍波老師帶領的 沒有錯 可是說真的 他們都是小時候就看著我們的 然後他們可以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表演 他們都說好感動 很開心 都完成了一個很棒的夢想 所以 我覺得 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何德何能 那 你們體力還OK嗎 這本年紀 我們剛剛結束了之後 我們都說我們可以再開一場 緊接著可以再辦 我跟你講現在還可以再辦 第四場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再加場 要不要 來 來 來 現在可以了啦 剛剛不行 剛剛那個真的好喘 因為其實在練習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就跟老師講說 我們一定要跳一支舞蹈 然後要非常的快速 要展現出舞技的 然後老師呢 就說 唯一的方法就是越跳越快 越跳越快 然後練完舞了之後 以前我們大家都會還聊天 那支舞是每次一跳完 就連dancer 然後連我 我們是沒有辦法說話 然後就 然後其實那個氧氣筒 是我個人要求的 我覺得一定要有氧氣 不然我怕我後面的歌 沒辦法唱 有有有 他今天說 我問他說 對 我問他說 爸爸有沒有比BTS帥 他很開心 然後眼睛泛著淚光 然後看著我很興奮的說 你今天比BTS帥 只有今天喔 但我滿足了 夠了 拚了幾個月 就為了這一句話 他有講我就很開心 老爸在紅的時候 BTS可能都還在培訓 但其實我覺得五六的演唱會 最特別就是 我們都有每一段個人的表演 像鞋子也帶來他自己的新單曲 然後我這次也很開心 就是在演唱會 可以唱我自己的新歌給大家 第一次表演 我在台下我超緊張 我怕就是我一直在空檔的時候 拿著歌詞在背 因為我很怕唸錯啊 很怕超緊張的 那請問一下我右邊這位 他是工作人員 你來幹嘛的啊 我今天 沒有我必須說喔 5566他們這三個人啊 真的是保持當年的5566拚的精神 其實我的part很短嘛對不對 但老實說我練習好多次 而且好累 然後我沒想到他們可以 你知道 將近四個小時的表演 然後你知道下台的時候 他們到現在說 欸我還好亢奮喔 還可以再來耶 我想說這三個人是瘋了吧 四個瘋子 但我真心的佩服他們 這麼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 去把這場演唱會做出來 真的太棒 但小道好久沒回舞台上 你今天有感動嗎 我其實真的很感動 就是仁甫剛講的那一首 因為剛好那一首歌的時候呢 後面又有都在播過去的 跟歌迷的互動 對 所以那一首歌老實說我也 我坐在台下看 我眼睛也紅了 所以今天 跟你們一直 蛤 老闆 劉木游 因為平常我要送小孩 這個時間我是累的 對啊 真的太棒太感人了 然後現場的氣氛 因為我相信你們戴著耳機 你們不是都聽得很清楚 但是因為前面我是觀眾 那個尖叫聲真的是讓我想到 當年的5566的感覺 那個真的是太可怕了 17年前能夠跟你們在一起 我真的太榮幸 好可愛 小刀 我們在兩題喔 我們在兩題喔 我沒有臉摔到啊 我沒有臉摔到啊 為什麼有些我摔到 那你是沒有摔到嗎 沒有 其實是 沒有 那是因為剛好 我要去跟歌迷互動嘛 然後那邊本來一排椅子 中間有一個縫 然後我沒有看到那個縫 我是腳踩到那個縫 那所以到那個縫 我就手撐了一下 然後所以有瞬間掉下去 可是我就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再站起來 所以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剛剛人家問我說 你面不著地啊 我說蛤 我面不著地我怎麼不知道 因為即時新聞跳出來說 你面不著地 重摔還用重摔 用重摔 其實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只是腳踩空了 然後手撐了一下 其實那個延伸舞台那一圈 說真的還蠻危險 對 但因為為了要讓跟粉絲 可以更近一點的距離 所以就包括小刀 後來出來跳那邊 我都好擔心他會往後摔 我自己是都超小心的啦 就是要轉圈幹嘛都留意 會不會到邊邊了這樣子 我是太容易忘我了 對 所以就不小心踩空了 沒事沒事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所以現在唱完了 你有沒有像比較慶祝的 唱完了 我個人的話 真的就是好好吃一頓飯吧 因為過去 尤其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就特愛垃圾食物 你知道嗎 就是炸的啊 烤的啊 可是偏偏那些東西 都會影響喉嚨 所以我為了這個 我大概有超過 其實也沒有多久 半個月而已 你自己講完都心虛了 講得好像很厲害 好像也沒有半個月 半個月沒吃啦 半個月沒吃 其實已經很痛苦了 好嗎 已經很痛苦了 對一個每天吃的 半個月不是很痛苦 所以應該接下來就是 剩下 就包括如果空檔的時間 我應該會跟我自己的幾個 很好的工作夥伴們 然後兄弟們應該就約吃飯 好好的吃吃到爽這樣 人口還吃嗎 我嗎 我也餓了很久耶 真的嗎 看不太出來耶 大概也餓了半個月左右 你上次金鐘 我確實有感受你真的餓很久 但是這一次真的沒有感覺 真的沒有嗎 我瘦了三公斤耶 你好意思講 我老婆那天還說 老公 我覺得你現在的身材 比較精實囉 我聽到他這句 老婆話能聽嗎 老婆話當然是不能聽 我老婆是老實 一百一的時候 我舅舅也跟我說 嗯 你不會很胖 是不是 對啊 這個要問 我們這些媒體們 你們覺得這一次為了演唱 王仁甫有瘦嗎 有 有啦 有啦 有 我每次自己在那邊看 趙鏡子在那邊偷光看 我都覺得我應該偷光來跟大家見面 我 因為我偷光的時候身材真好 沒有 偷一下 你要偷嗎 真的要偷嗎 好 那我擇日 再發大家來好了 今天不大方便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孟哲 孟哲 來 這一次其實 有孟哲 有 不好意思 這一次結束的話 我覺得我是想要好好的 也是一樣好好的吃一個正常味道的食物 因為我後來的這幾個月一個多月都吃水煮的 你真的有瘦 真的有瘦 你們的反應怎麼差這麼多啊 我也很努力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 許孟哲我從14歲看他到現在 他14歲我看他到現在 帥呆了 真的 帥呆了 謝謝 真的 我這陣子都吃水煮的 然後也不敢吃辣的 然後再加上又一直復健 因為我這個錄影的時候肩膀跟手腕受傷 也是打球受傷的 所以結束的時候好好吃一頓 然後繼續復健 再為後來的 之後的單曲努力 對 單曲大家希望多多支持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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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小明星 這一次是誰的